观众朋友晚安 您现在一定最关心台风的状态 要告诉您虽然这个康森台风 目前已经从轻度台风转为中台了 不过预估呢 康森是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的 到时今天下午下起的这场西北雨 一直到目前为止 在全台累积的雨量 最多是集中在中部的山区 那么呢 瞬间的雨势是下得又大又急 而明天呢 在西班部以及全台的山区 还是有机会下起午后雷阵雨的 往南到了巴士海峡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风浪会比较大一些 提醒您呢 在这一带作业的朋友呢 一定要特别小心 从卫星图上呢 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目前康森台风呢 还是在菲律宾的东方海域附近 不过呢 它在今天清晨 已经从青台 逐渐转为中度台风 而且移动的速度也会稍稍加快 目前的位置呢 还是在菲律宾的附近 不过它的路径呢 是会一直往西北的方向前进 一直来到了吕宋岛南方的陆地上 不会直接的扑向台湾 而台湾呢 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 目前天气呢 都还是会非常的炎热 而今天最热的天气 是出现在台北 35.5度 上午呢 各地依旧是晴朗炎热 不过呢 中午过后 西半部呢 以及全台的山区 都下起了西北雨 而明天的气温也会和今天差不多 午后向雨的现象也会比较明显 我们从地面图可以看得更清楚 中台康森呢 现在是以每个小时 22公里的速度呢 一直往西北的方向前进 之后呢 会一直登陆到了吕宋岛 距离我们会更遥远 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到了明天呢 白天因为太平洋高压 还是在台湾的附近 可以看到蓝色这一块 不过它的势力 已经在逐渐的减弱当中 不过呢 由于它的势力逐渐减弱 然后对流的旺盛 也比较旺盛 午后呢 西半部以及山区 还有雷震雨发生的机会 要注意溪水暴涨的情形 明天各地的温度变化 提供给您做个参考 北台湾晴朗高温 午后山区容易有雷震雨的情形发生 26到35度 中台湾也是晴朗炎热的天气 午后也会下起西北雨 25到34度 再往南走一点阳光普照 午后会有西北雨 28到34度 东台湾宜兰花莲天气晴朗 台东偶尔会有震雨 25到34度 外岛的部分天气很热 要注意防晒 26到33度 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变化呢 在明天因为受到太平洋 高压势力的影响 各地白天的气温还是很高 紫外线也偏强 午后呢 西半部地区会下起西北雨哦 不过呢 高压势力逐渐减弱当中 全台还是可以见到阳光 在午后呢 都还是会有机会下起西北雨 滴汪地区要小心积水 稍后回来带您快速掌握大陆天气